大面積食材富力堂皇挑高大廳超氣派 这里就是韩国超红TWISE成员 周子瑜新买的豪宅 地点在高雄农十六特区 一百七十坪加三车位 一层一户 一坪超过六十万元 总价破亿 周子瑜除了偏爱高楼层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父母投资的诊所就在正对面 周子瑜看准高雄房地产潜力 但高雄最贵豪宅是他 高耸绿色外形坐落光荣码头旁 海湾第一排 国宴十家登陆一坪六十八点七万 陈时中也买一户 但高雄高房价 年轻人已经吃不消 可能真的是要投退胎 然后含金汤汁出生才有办法 买到这样子的房子 可以住在家里 比较可以慢慢找到存的钱 高雄新城屋房价 从2021年台积电宣布设厂 到2023年 美术馆区一坪从三十万涨到五十五万 知名建案上看六十万 总价最高 雅湾从十八万涨到三十五万 市区均价从二十三万涨到四十万 台积电周边行政区向男子桥头 从十二万来到二十八万 飙涨二点三倍 涨幅最高 目前是看不到他有往下 但是交易量是有缩小了 高雄房价居高不下 当后偶像周子瑜口袋够深 年纪轻轻砸上亿买百坪豪宅 一般民众薪资涨幅已经远远跟不上房价 记得赛窗期王书宏高雄报道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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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启小铃铛